为保护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发生 温州瑞安公安干警为大家带来 诗意中国 其实从乌云低下的一颗水珠里 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 当你伸出手掌 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洞 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 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 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 于是岔子烟红流观异彩 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 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 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 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 它是自信地绽放着人生的豪迈 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 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 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不留心地 走着一个细雨鲜昂的中国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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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